英雄联盟手游新赛季即将上线 全新的幽灵破罗及改造后的高地占卜花朵到来 新的视野补偿机制将改善召唤师们 在劣势局面下视野被对手压制 难以决定后续策略的游戏体验 新版本中 在内层防御塔被摧毁后 一只幽灵破罗将出现 并到最近的野区巡逻 为失去防御塔的劣势方提供视野 需要注意的是 幽灵破罗的视野和普通单位一样 无法观察到草丛内部的情况 劣势方获取幽灵破罗的视野时 仍然需要小心优势方利用破罗视野盲区进行埋伏 高地占卜花朵的特效更为显眼 其打开视野方向将固定向对应野区扩散 扫描范围尾端 高地占卜花朵会额外提供一个短时间的圆形高空视野 高地占卜花朵有阵营归属 如果被敌方攻击 占卜花朵不会提供视野 高地占卜花朵的改造 将有效降低玩家误操作的可能性 减少因视野难以外扩导致团队协作受限的负面体验 在新赛季中 幽灵破罗与新的高地占卜花朵 将为视野劣势方提供合理且多样的信息获取手段 以帮助召唤师能够有更加丰富的战场服务策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